欢迎来到点开旧面美 点开旧面帅 点开旧面兽 点开旧面富 一只磕药节 啊不是 一只吐槽员 频道啦 最近呢 BG之光 GB之光 单改之光 轮番上阵 真的有种过大年的感觉 而且你们说说 这剧好看就算了 某些剧的售后营业 搞得那么敬业 搞得我们观众是 哎呀剧里剧外两头忙啊 真的是不让人睡觉 今天呢 我们就来小小的盘点一下 近两年国产剧中的 良心售后和糟心售后吧 山河令营业要素过多 压皱啊压皱 首先呢 我们来看看 GB之光 斯腾 这部剧的售后 给各位观众老爷们 看的是嘴角的给咧了 后脑烧去了 之前呢 放出的花絮呢 就有图板之事 这太突然了啊 太突然了啊 不愧是大女主 这才是女友利益嘛 后期两主演扫楼 电视上剧粉分分分钟 拷问自己搞到真的了吗 这样的肢体语言 还有这种喷钱环节 发喜奶茶环节 网友直呼 这是一对新人吧 售后不紧 甜甜甜 还有哈哈哈哈 在斯腾不更新的那几天 疯狂剧粉 开始挖分张冰冰的 辣眼非主流黑历史 但是郑主 非但没有生气 还在微博上 跟大家一起玩梗 最搞笑的是 这一波无惧 就挖黑历史的 粉丝夺损行动 出现了人传人的现象 现在已经轮到大甜甜了 什么跑步内巴啦 超丑妆容啦 当然大甜甜也大方的回应 这种郑主与粉丝的互动 这是让人快乐无限好吗 这两天啊 快本还放出了一个 几秒钟的 景田张冰冰预告视频 就这几秒钟 也杀上了热搜 只能说大家都可喇了 可喇了 说完斯腾呢 我再给大家回顾两个 去年知名的 糟心售后 琉璃 这个剧的售后 开播前是这样事的 直接呢 把电视剧售后营业 逆卷到飞起好吧 网友们直呼 我去 现在的艺人都这么拼的吗 那效果呢 也是一等一的好 小透明琉璃 立马引来大批量的围观 剧集开播 质量也很不错 又是大批剧粉可喇了 结果来到收官云歌会 两主角全程无互动 男主硬得像个木头 女主哭成这奶奶样 男主一个眼神都不给 这脖子咋了 是捞枕了 转不了是吗 总之啊 跟开播前简直就是 判若两人 仿佛精神分裂 剧粉噩梦 这种阴间奇景啊 其实就是艺人的公司 在拆CP了 剧播完了 公司觉得两人 没有合体营业的必要了 赶紧结吧 但是对于广大观众来说 简直就是大翔来袭 对待艺人的观感呢 也会直线下降 观众看剧 看的就是个代入感 喜欢角色 喜欢角色间的化学反应 演员越有信念感 越真情投入 观众也就会越入戏 戏里如胶似漆 戏外全打脚踢 就等于对观众说 哎你看了个G 都是假的 那你说我们观众气不气 跟琉璃的资本家 似的拆CP不同 金敏玥是演员一张嘴 耽误事 剧里的小情侣 怀疾 辉柔 少男少女的悲剧爱情故事 让观众们嗑的那是一个真情实感 然而一来到剧外 喜欢搞笑一点的 就是能带来欢乐的人 从现在开始我变得非常深沉 反对的话就 我特别冷酷 特别无情 我努力让自己 不要成为你的理想性 好哥哥 最近还好 但我前段时间是坚持 每天晚上都要泡酒 到下一个时候脚里面冷 那你的初印象呢 给大家回答一下 就是一个 不怎么好看 然后也 不怎么高 平平武器的一个解决 如果有机会再合作的话 应该大概没有什么太难机会 不是 你如果说演我跟阿姨 演我跟长辈 你是不是觉得还自己还行 Jesus Christ 眼看着女演员人民的表情 就逐渐的失控了 关于糟心售后呢 最后我再说一个有点无可奈何的 你是我的诚实银磊 白净庭和马思纯在剧中表现惊喜 CP感超强 但好巧不巧 马思纯与排逆西林乐队主唱张哲轩的恋情 在剧播期间被爆出 许多观众看到新闻后 只喊下头 还是那句话 虽然我们都知道角色与真人不是同一个人 但角色有演员演义 可以说演员就是角色的一部分 角色也是演员的一部分 角色与演员顶着同一张脸 让我们观众彻底把他俩割裂开 哎 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过呢 好在这一对CP在剧播时并没有大量营业 大家呢 基本都还是磕角色 而且呢 我相信马思纯肯定不希望在这个时间点 曝光恋情 他也是无可奈何 所以只要我们看剧人反复提醒自己 投入剧情 应该还是能继续沉浸看剧 的吧 最后压轴的就是 神仙售后营业剧组 山河令 这个剧啊 在播出前一路被唱衰 是最没有爆香的单改101选手 结果一路火花带闪电 万千观众垂直入坑 剧里好磕 剧外甚至加倍好磕 我们来看看这路透 这花絮 天呀 别问了 问就是四个字 兄弟情深 这个剧组的氛围太太太好了 这种沉浸式的追剧体验何止上头 简直是炸头啊 聚播期间的两位主演合体赐水爆表 哎呀哎呀 稳住稳住 啊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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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不是太疼 哈哈哈哈哈哈 開心嗎 對啊為什麼大人不都叫她老婆 這種外號一個愛稱 對對對 你一稱開心就好 大家比一個有一次的名稱 大家比一個有一次的名稱 沒有 沒有 沒有的 下去 avoid 沒有 哈哈哈哈哈哈 這直播呢 sorry sorry 老師不能撿的就是 看的观众们啊 是快乐指数飙升啊 我们也知道嘛 单改的题材就是 蒙了一层窗户纸 单改主演呢 主动避嫌的案例不要太多 这种纳达方方 快快乐了营业 舒坦 太舒坦了 微博上呢 全员换头像改简介 龚俊的微博背景和自动回复 甚至会随剧情而更新 王若林老师在微博 与网友互动更是一绝 对于剧粉们给他案头的 义父义子CP 从死不认账 这就是武侠的世界吗 这不是武侠的世界 我直播和大熊猫抱着笋跳钢管舞 到逐渐松动 王老师22集 你和义子摸相手的时候 是否觉得剧本有些不对劲 当时确实有一种 过电般说不出的滋味 到我磕我自己 那就是你我的终章 一眼万年 谢儿在冰川那头 你独等义父呢 最后的告别了吗 最后和网友互喊老公老婆 疯了真的疯了 大结局那一天 全员抖音上传梦醒短视频 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 做梦 紧接着优酷啊 推出了每天一元 看神秘花絮 哇正常情况下 这种臭不要脸的割韭菜的行为 观众们都会一起谴责他 天真 这部剧的韭菜们 哭着喊着求人家来割好吗 我手里有钱 快点来割我 我是成熟的韭菜 能打工挣钱 自己买单那种割我吧 别问 问就是花絮里都是 加量加倍的快乐炸弹 此剧的售后一条龙 现在已经进展到 快本放了一段 主演参加录制的预告 粉丝们乐出计较 巴巴的等着 这个周末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都看到这儿了 就别下次一定了 给我来个三连吧